作词曲统俄 我想大家都没有预计过 会停工、停课、停学那样长 甚至教会都不能回到 但是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又不是停止过 因为有很多网上的聚会 网上的港导 网上的崇拜 一样会有诗歌敬拜 不然我们就播YouTube 播诗歌 我们不可以停止跟上帝拍拖 跟上帝的亲密时光 打一份工就打一份工 我又上班就上班 我好事就在OT 没想过我不好事都不行 或者有一天我没有了一份工 没有一个老板会养我一生 那又行不行 甚至老板自己都经济上有困难 没有想过我开一间咖啡店 或者我开个小食店 其实都是小生意来的 做得到 围得到皮都很OK的 但是现在连围皮都围不住 那怎么办呢 我想也是时候停下来 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作息 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想都重新排位了 以前你觉得哪样的重要 我觉得家庭重要 但是你用了很多时间去上班 或者是在工作里面 就是无日无夜 甚至带东西回家做 你说你很重视家庭 没有结婚 你有小朋友 但是你放了多少时间在他身上 以前未必会有这样去问一下自己 或者问一下大家 好了 我说我的老公在他这段 可能是生意滑落 我没有收到很多钱 我还是否仍然都享受他是一家之主 仍然鼓励他 支持他 无论经济环境 大环境差得如何 我都不轻看他 也都希望他不要轻看自己 我们有没有一些 就是这样的心在我们里面 我只可以鼓励 也都逼不了大家做的 因为保持和上帝很活佩的关系 是我们的责任 CV 里面说他像我的灵魂骚醒 如果我们醒了的话 就会继续保持清醒的状态 去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以至到第一 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很知道上帝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保护 它容许发生的在它里面 我们在心灵里面得准确 即使我们患病 即使是被隔离 即使是要被检疫 即使我们可能在 在第二个 回来或者是不能回来 如果我们有 即是和上帝有一个 那么肯定的确信 我们很多的恐惧是可以减低的 第二就是 多了时间 你用来看书 用来看电视 给一些时间 聆收等上帝跟你说话 不只是我祈祷和上帝说话 我们的沟通永远是双向 上帝也会和我们说话 平时可能想到 上帝和我们说话 我们都听不到 现在我们是静下来 真的听一下 Pastor Stephen有一个很好的 网上的分享 他是讲怎样管你现在 我们的资源 我想提几个点 他都讲得很好 第一就是 Pay off all debt 因为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清掉你的债务 因为债务会令到人很烧尘 好像说是极多还原 但在现今这个世代 尽量不要借钱 当然如果你在供楼 你很难即时去还 但是你有债务就不要拖 第二就是cash is king 我们要有一些资金在手 以及去谨慎我们的理财 就是我们怎样去 开不了完你都要截楼 开得到完就当然要尽量开完 第三就是投资在关系上面 因为如果你平时没什么时间 去理你家人 去照顾他们 或者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交流 或者你都没什么 理你这些朋友 只在一天12至18个小时 在做事的话 当你很消沉的时候 别人都不知道你需要负责 需要帮助 或者需要谨慎 他未必给你这个实质的帮助 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 他成为你一个谨慎的对象 可以聆听你的需要 已经是很好 因为那份的支持 那份的爱 那份的被聆听 被明白 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动力 跨越一些我们以为跨过不好的难关 所以投资在关系上面 另一个投资 就是投资在智慧和知识上 因为那些人是拿不走的 以前只是做一份工作 但是原来我有一些的兴趣 我认识有一个神流生 他是一个传道人 不是他做了很多年 但是原来他喜欢做手工简 你没有想过 可以发展一个新的事业 做手工简 或者放在网上买 或者看看别人的反应 不一定会赚得到钱 特别是初期 或者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 但是你慢慢都可以成为一个收入的渠道 都不一样 第五样东西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slash slash就是多过一个公众 成为你收入的内容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辅导员 我也是去学校讲课 我觉得是一个讲员 我写东西 我写稿 我会做电台节目 有些有钱 有些没有钱 有些有稿费 有些没有 不要紧 但是总之就是 你会发展不同的兴趣 希望在工作以外 有一些新的亮光 甚至新的收入来源 现在slash 都应该是一个trend来的问题 我想在一个难得 一个大时代里面 一个大家都没想过的情景里面 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路 新的亮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